19岁李莹莹将决定冠军归属。 天津女排以问题难解决,江苏或禁决赛。 从上个女排联赛赛季开始,天津女排的所有压力就全部压在。 李莹莹身上,想不到一个刚满19岁的小姑娘竟会有如此毅力。 毫不夸张地说,李莹莹的发挥将会直接决定排超冠军花落谁家。 金苏大战,在比赛第三节,陈有权暂停时,李莹莹用兵带敷额头的举动引起球迷热议。 李莹莹应该是发烧了,不然也不会用兵带敷额头。 江苏女排这次从天津手里逃过一劫,难道真的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?他们会不会因此挺进决赛呢?可能性还是有的。 你想啊,江苏在联赛刚开赛的时候打得多差?谁都想不到他们会挺进半决赛吧?所以说,一切皆有可能。 昨晚一战,如果没有让球的成分,我想失败的原因只有二点,第一点就是天津队员发挥不佳,李莹莹需要承担异传任务。 进攻的注意力分散不集中,说白了,就是队员没有打出应有水平拖累了他。 第二点就是,如果李莹莹是健康的状态,我想天津会赢下比赛。 问题在于她生病了,再加上此前的脚伤,多个因素造成她发挥不佳,这就造成天津女排没有强攻点,出现全面牙火情况,从而输球。 这么一分析,天津让球的成分又大大减少。 其实细细观察,苏女那边的发挥超长,尤其是张长宁和龚翔宇,左右翼全面开火,进攻篮网击破天女的。 心理防线,是球队获胜的大功臣。 另外江苏的其他球员也有不俗的发挥,要说不俗的话,许若亚的调整攻陷点意思,不过也要个人特点,就是她的篮网和一船都比吴晗要好一些,这可能是经验的累积吧,毕竟吴晗还年轻。 李莹莹在进攻时还是不敢跳太高,容易被拦,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估计有点棘手,发烧。 感冒这个还好说一些,吃过药之后,出一身汗可能就解决了,但脚伤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痊愈的,还是看她的造化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